那刚刚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说在刚刚的这个sample里面 我们的这个student2里面的成员变数 前面的那个修饰词是用那个private 有没有 private的话基本上我们没办法去怎么样 变更里面的词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 前面把它改为private 这个前面都改为private的话 那如果还是 就变成说我后面不能够像那个 前面那个范例里面直接赋予里面的词 那如果要变更的话 我们就是用set的方法 有没有 直接可以用什么呢 用成员方法去变更里面的词 但是从这边 藉由参数传递过来 再去变更里面的词 是OK的 那这个方式的话 有一个专有名词 就是所谓的那个 所谓的资讯 这个资讯隐藏 这个所谓资讯隐藏就是说呢 我们有一些变数 不希望让这个外部做存取的话 那可以把它宣告为private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实际上就隐藏起来 也就是在外部 我即便是new一个新的物件出来 我也没办法去存取到那一个变数 那如果我要存取的话 必须借由这个我的方法去做存取 那这个方式的话叫做资讯隐藏 也就是说有一些变数 只是给内部使用的话 那我可以宣告为private 不是说所有的成员变数 都必须要给这个物件使用 这个地方各位可以再做一个 这个取舍 做一个拿捏 那再来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如果我宣告成public的话呢 表示该方法是物件的使用界面 但是有一些 这个一些方法呢 只准备提供给类别本身使用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宣告为private即可 就是物件也不能使用 所以成员变数跟成员方法 你可以试情况 要不要给物件去使用 如果不是 只是我们这个类别本身内部要使用的话 那你就不要通通都宣告为public 反而会造成问题 因为有些物件会说 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用 你一用发现错误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宣告为public 什么时候宣告为private 那各位这个地方要做一个取舍 什么时候可以做存取 OK 那如果说呢 你把那个方法 前面加一个 这个private的话 那我们有个专业名字叫工具方法 工具方法 它就是utility mencer 也就是只有在我们这一个 类别里面的内部使用 所以叫做工具方法 大概有概念就可以 那比如说呢 我们下一个范例 73是3 那我增加一个什么呢 增加一个 在类别 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student3的类别 然后呢 增加一个叫 要判断 用来解 我们增加一个 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是要检查什么 年龄的范围 比如说他是不是在20岁到50岁之间 我的学生最小 年纪最小一定要是在21岁 或者是什么呢 在50岁 就是20到50之内 如果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呢 那我就 这个 那是 偶文嘛 那如果说我的年龄范围是在 小于 20 或者是大于 50 等于是说 这个范围return false 就不是 这个这个正确年龄里面 所以我基本上是 这个应该 return回来应该是 true的话应该是 应该是 小于20 所以20 再 大于50 时间的范围 return为true 那不过呢 这个地方呢 我只是做检查 这个 这个检查年龄是否正确 所以我在前面加一个private 不是给外部使用的话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student3 那你建立的方法 我想我们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内部好了 那student3 就不要另外再建 你们可以再建立在 这个类别的下方 因为它是同层的 那一样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乘域变数前面 加上private 那就不直接负语 而是用set 跟get的方法 去做存取 再来的话 我要判断年龄 那判断年龄的部分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 就把这个地方 set return回去的话 是true或false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增加了一个 叫做 这个 validate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是用来检查 它的年龄是否合法 所以我写在最下面 写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没有要给外户使用 所以我前面加上一个private 那 这个return值为booling 那validate 这个 validate 这个edge 里面传进来的是一个年纪 那我判断 检查你 如果呢 它是 小于 小于20 或者是大于50的话 那return false 反制到return true 所以呢 基本上 我们直接来 这个地方 宣告student3之后 那如果是21的话 基本上输出是OK 没有问题 21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改一下 改成19的 那这个当然return什么呢 return return的话是一个false 如果return false的话呢 基本上 我在get的时候 在这边geth的时候呢 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怎么样 get的时候 因为我set的时候 没办法设定成功 所以这个地方的值怎么样 它没办法写入 所以变成说 它原来的值是0 所以输出的话 假设我今天是19岁的话 那直接执行的话 会是0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 没办法set的进去 自然get回来的值也是0 也就会是预设的0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多了一个 也是student3 我把它写在内部了 然后呢 主要是这个地方 在最下面的话 增加一个判断 validate这个部分 OK 那等一下我会给各位参考 这个 那主要是前面加上 那个成员方法的 这个修设词的话 是private 画面先画给注意一下 好 OK 感谢观看